尼康终于补全了无反系统Z卡口的最后一支大三元 1424F2-8S 它是目前同等规格中 重量最轻只有650g 画质最好的超广角大光圈变焦镜头 从我这一周的使用下来 我觉得这个镜头简直就是买变焦送定角 不论是14mm还是24mm 从画面中心到边缘的解释仪都极其的夸张 可以说这支镜头的素质 打破了我对这一类镜头的认知 我觉得这是足以让人灭门的一支 重头尼康怀抱的新一代神头 接下来的内容 我前一周在北海道旅行实拍来讲讲它的实际使用体验 还有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支是工程样机 它并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新1424的上一代发布在2007年 这么多年来都被大家称之为风光神头 并且被赋予了大灯泡的称呼 它的优秀画质离不开它凸起大灯泡的设计 但是同时呢 大灯泡的外形也是很多拍风光的摄影师们的局中之痛 因为没有办法使用普通的圆形滤镜 需要购买额外的滤镜支架和高价的方片滤镜 这不仅增加了成本 更是增加了对需要爬山涉水的风景 摄影师的一种重量负担 新一代1424因为硕大的Z卡口和最短的法兰具 所以才能够在设计上有了新的可能 尼康终于摆脱了这几十年以来 F卡口的小口径束缚 进入了Z卡口时代 所以才能够做到前镜组不凸起 能够上112mm的圆形滤镜和镜头后组的这个插片滤镜 并且呢重量也只有650克 前一代的大灯泡970克 足足轻了320克 如果对比下单反系统和无反系统的话 Z7加上1424的重量是1325克 而D850加上1424的重量是1975克 足足轻了650克 我觉得没有哪个风光摄影师能够拒绝这个重量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就是 它能够在保持以上这两点的同时 做到从画面中心到边缘的极高解析力 给它放几张我拍摄的样片吧 怎么样 锐不锐 这是画面的最最边缘 我们再来看中心 我是没有看出来太大差别的 也就是说 它作为一支超广角变焦镜头 边缘画质能够达到接近中心画质的水准 这是打破我的认知的 给大家看看我以前拍摄的超广角照片 光圈是F8 F11这样 边角的画质是这个样子 非常明显 画面的边缘解析力比较一般 和中心相比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是这个1424就感觉像是定角一样 从画面中心到边缘都能保持极高的画质 刚刚我们看的是14毫米 我们再来看一看24毫米 还是一样 不论是画面中心还是边缘 依然保持了极高的解析力 真的就是买变焦送定焦 怎么样 心不心动回不回家坑坑 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是F5.6拍摄的 现在再来看一看F2.8的表现 画面中心依旧非常锐利 画面边缘能够看出来解析力有稍微下降 但是依旧是非常优秀的水平 而且在风景摄影中 除了像星空这样的题材 一般都会采用小光圈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没有毛病 毕竟光圈全开 也就是说是这支镜头最差的状态 1424对点光源的还原也非常优秀 我们来看看F2.8拍摄的星空 画面的中心是这样 边缘是这个样子 星星依旧保持了点的形状 那么说到拍星空 我觉得这个镜头装备的OLED屏 真的太有帮助了 在以前比如说用单反的时候 拍星空对焦 可能需要用手机照一下对焦窗那边 然后把它拧到无线远的位置 然后现在普通的无反镜头 就需要找一颗比较亮的星星 然后直接实时取景来放大 对着满屏的噪点的一个具对焦 但是现在有了OLED屏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夜晚不需要打灯 直接就能够精确的拧到 无线远最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直接对上焦了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这个镜头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电子对焦环 虽然说它本身拧起来 是非常顺滑的 但是实际上它对这个反馈 就不是很好 居然还有一些加速度 就是你有时候一拧 可能就拧过了 我觉得是远不如机械对焦环的 希望这个以后 你刚才能够更新固件来解决吧 1424还给我留下了两个很深的印象 一个是强大的抗旋光性能 一个是测散控制 这些都是大逆光下拍摄的 在太阳的边缘 对比度控制得非常优秀 没有因为强大的逆光 而造成明显的对比度下降 并且我很少看到这只镜头出现 我只有这一段素材中出现了 优秀的抗旋光性能 也是风景摄影中必不可少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尼康把抗垂直角度炫光的 阿莲诺镀膜和尼康F卡口 金泉时代的那个N 就是抗全角度炫光的 纳米结晶镀膜全都给用上了 不愧是大三元的顶级待遇 用料豪华 而且还有4枚 1D超低色散镜片 实现了这样变态的色散控制性能 即使是大泥光的这种金属条 也丝毫看不到色散 太强了 对 它虽然说售价并不便宜吧 是那种看起来需要精心呵护的镜头 但是其实并不用担心 我觉得这个镜头还是很抗躁的 有一天出海去拍熊 然后回来的时候天色越来越昏暗 海浪越来越大 有一个浪贼高 我看这句不对劲 大海一声有大家伙要来了 下一秒船身被海浪带起来 重重的摔在海面上 这台Z6盒1424摔在甲板上 一点事也没有 除了机身挂肩带的铁三角上面的塑料壳碎了 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天该拍啥拍啥 还有就是它也有抗污的浮度膜 能够让水在镜片上保持水珠的样子 在船上拍摄的时候 过一会海浪打一下 海水就飞到镜片上 海水一拍上来我就立马吹 浮度膜就是这么牛逼 虽然说这个是目前大部分Z卡口镜头都配备的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太太重要了 怎么样 670克的重量貌似是同等规格下 最短最轻的镜头了 还有这么变态的解析力 这么厉害的抗悬光抗色散性能 又好上滤镜也抗噪 真的我认为它是一支近乎完美的 大光圈超光角变焦镜头了 现在尼康Z卡口的大松眼已经极齐 2470耳机的DXO测出来的分数非常棒 70200在F卡口电磁炮的时代 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的了 结果现在有了更强的超电磁炮 然后还有5支1.8s定焦 20 2435 5085这5支 相对便携高性价比的挂机镜头 也有了2450 1650 24200这样的选择 Z卡口发布到现在两年多了 是时候回来看看了 好了我是Linx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